白化佛法 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罗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3月29 星期四 农历是2月13号 那么这个星期六呢就是2月15了 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涅槃日 希望大家多多念经 好 那么今天呢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白化佛法 这个白化佛法呢 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佛法的这个真谛 让每一个人都理解 理解 学会善用这个佛法当中的智慧 能够用到人间来明理明白 像每一个人呢都从中呢 获得智慧的源泉 智慧的源泉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呢 对这个这个学佛的人呢 要有信心 很重要 信心 如果你一个人学佛没有信心 你就会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呢就会没有福德 所以在涅槃经当中讲到有信无解啊 增长无明啊 有解无信啊 增长邪见 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有相信 但是你不能理解它 你就增长无明了 所以很多人学佛 我信佛的啊 信菩萨的啊 但是呢你什么都不懂 那就增长无明了 愚痴了 对不对啊 很多人呢理解了 但是呢 哎呀佛蛮好的 哎菩萨蛮好的 但是你又不相信 那么邪见就来了 啊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啊 一个人光有信心 啊 这个你没有理解 啊 你就会没有智慧 啊 那么你 这种信心呢 慢慢就变成迷信了 啊 举个简单例子 哎呀我信菩萨 我信菩萨 啊 但是你不懂 菩萨是干嘛 佛是干嘛 那么人家说 哎呀 那我们该给菩萨的啊 供一个什么 荤的菜啊 啊 什么东西啊 哦 是吧 哦 好好好 我来供 你就是迷信了 没智慧了 你相信了蛮好 但是你不理解啊 你不知道菩萨是什么 菩萨 是他是一种啊 一种智慧 啊 菩提是一种智慧啊 是一种人本里有的这种智慧啊 啊 那么 你如果 不懂得佛是什么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啊 这个悟信啊 觉悟 所以你不能理解觉悟 你就是学的 信了再多 你最后图增自己的无名于耻啊 对不对啊 啊 那么有时候 很多人呢 哎 理解一点佛法的 啊 也懂一点的 但是呢 对佛法没有信心 啊 那么慢慢的这种 啊 自己相信的 啊 这个佛法的呢 哎呦 学一点的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 啊 慢慢会傲慢 啊 增长很多的 啊 这个 知识 成为自己呢 增长 无名的邪见 无边的邪见 啊 所以 过去学佛人 啊 啊 高僧大的 啊 曾经讲过 信心与智慧啊 犹如人的 双脚了 缺少一个的话 你在解脱的道路上 都走不了远路了 啊 你有信心 相信菩萨 但是你没有智慧 你走不了路的 你光有智慧 但是你又不肯去行 你在解脱路上 你肯定走不远的 啊 所以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觉悟的人 啊 做一个有良知良能的人 啊 因为你懂得有善心 你的心灯就点亮了 懂得有慧心 你的慧心的灯就长明了 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善良的人 逢兄化吉啊 觉慧的人 化险为夷啊 啊 所以一个人有觉悟 有智慧 啊 什么事情都能够化解 啊 一个善良的人 有时候就会躲过很多的灾结 在我们现实这个社会当中 如果大家向善的人越来越多 那个社会就和谐了嘛 啊 人跟人之间就变得越来越 很容易相处 大家改变大家的命运了 所以人生啊 就希望大家能够啊 和谐啊 人的心要学会感恩 感恩的心越多 那么你的心啊 就变得越来越美好 你的生活也就变得越来越美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懂的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都经常跟师父说 师父啊 我要个护生福 实际上护生福就是你自己啊 对不对啊 有的人以为金钱 权势就是我们的护生福 有的人以为智慧 果断是人生的护生福 还有的人以为狡猾 世故 明哲保身 是人生的护生福 实际上台长告诉你们 什么是人生的护生福啊 善良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你善良的话 你怎么会跟人家争啊 斗啊 搞啊 弄啊 你一切 全都会变成一种无形的一种力量 因为善良它是一种力量 它可以使一个人走向光明的大道 啊 一个人是善良 因为他的善良 啊 他就是护生福 因为善良的人善有善报嘛 所以报应出来都是好的嘛 啊 所以 善良是人世间 啊 最美的情感 也是 也是 学佛当中 最需要的 学佛的基础 啊 但是人很多的善良 需要挖掘啊 需要呵护他的 所以很多人 本来很善良 后来 在社会上 被那些恶人搞啊 弄啊 他觉得为什么我要善良 每个人都这么恶 为什么我要善良啊 所以 他把自己善良的种子 又重新丢掉 我们学佛学禅 就是要把自己的善良的种子 重新找到 重新培育 像孔老夫子所讲 人之初 性本善一样 每一个人 都要保持自己 本性的善良 就会得到 啊 宁静的 啊 这个 喜乐 啊 所以 善良可以给人 带来很多的富足 就是知足 啊 善良可以给你 得到福报 善良的人 不搞别人的人 他一生 烦恼少之又少 啊 善良的人 会让别人对于你 起 庄严 啊 对你引起庄严 对你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们要学会善良 学会慈悲 学会 忍辱 学会 精进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众朋友们 宁静